各位編运你們好 我沒多久之前才介紹過 天梳最新的 PRX 手錶 真的很漂亮 造型的造工完全不差 還有 80 小時動力儲備 價錢仍然相宜 今天又有機會見到天梳的手錶 不過這些手錶一定不是最新的手錶 我懷疑可能有十年左右的手錶 這些手錶比較斯文 但造型一點都不差 是很特別的 尤其是這隻手錶 我聽聞它的模特兒叫T-Lord 我看到這個造型 最初還在想是否天梳的手錶 因為我覺得是適合某些手錶 我又說不出 後來就想到了 就是像 Panerai 的 Radiomere 即是沒有標觀戶橋那一隻 如果大家用一些想像力 又會覺得有點像造型 即是Cushion Shape 不是完全圓形的 它的小妙針 如果是 Panerai 的 Radiomere 就會在九時位置 現在就在六時位置 六時位置 那裏還有一個日力盤 這個機芯 是 ETA 2895 的機芯 比較少用一點 因為布局大家也看到 即是不是經常最禮牌的 日力槍在三時位置 大三針 所以這隻錶也很有特色 機芯也比較特別 而且造型很復古 但又很運動感 雖然它比較斯文 讓大家看看 這隻錶 我覺得這三隻 最吸引到我應該都是這隻 有 Double Pushers 還有蝴蝶扣 還看到這個 ETA 機芯 它製作了金色鎖 應該不會是真金 都是金色的 讓大家看看 但我覺得都不錯 當然你這個價錢 你也不會買到 很厲害的 雕瀆打磨的機芯 我覺得這個有個金色圖 有透視底 我自己也會收貨 我拿起這隻錶 彷彿好像有些 看到這個 Radio Mere 的影子 戴上我七吋的手腕 這隻錶真的蠻有份量 這隻錶推出的時間 應該是2011年左右 那時候都是流行大錶 所以這隻錶 雖然它是比較斯文的手錶 它也沒有做夜光 但份量是挺厲害的 大家都看到 亦是我最喜歡的那隻錶 同場還有這隻 這隻真是搞笑 你看看 有點像我之前介紹的 MIDO 的偏心小時盤 那隻手錶 大家都是 Swatch Group 都明白 應該大家互相有些參考 看到這個小時盤 就在上面的二時位置 然後有個小秒針 還有日力槍在九時位置 整件事都挺跳脫的 我覺得這隻手錶 如果大家想要三針日力 但非常特別的錶面 就可以考慮這隻 我覺得這隻 它的鋼帶 我就會覺得真的粗了一點 我感覺上 跟著這個錶的比例 就好像粗了一點 我覺得如果它的鋼帶可以縮幼一點 就好一點 當然現在就做不到這件事了 如果給我 我假設真的買這隻錶 我就應該會換了一條皮帶 就要戴皮帶 我相信應該感覺上 就會更加斯文 就沒有那麼粗狂 因為現在的帶就比較粗一點 我會覺得 不過這個錶面 就穿上真的挺有趣的 適合一些另類的玩家 你可能經常都是戴三針 日力三時位置 沒什麼特別 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這麼特別的手錶 我猜不到原來 鐵修也有這麼特別的手錶 其實說最特別 會不會這隻才是最特別呢 我就等大家評論一下 這隻其實就是石英錶 這個不是Debit Second 沒有JLC那麼厲害 其實也是石英錶 錶鏡是40mm 如果是石英錶 為什麼要特地去介紹它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這隻錶的時候 我看到錶面 就覺得一定有些特別的東西 有什麼特別呢 我想最主要有兩樣東西特別 第一個就是這隻錶 其實是跟中國男子 籃球職業聯賽 Crossover的 所以它的錶面 其實如果大家幻想 幻想多一點點 其實它是有點像 籃球的紋理在這裡 大家看看它的底部 就真的看到藍球 即是聯賽的錶子 這個貼紙開頭我以為可以撕掉 其實是不能撕掉的 因為底部都是這個Sephar Crystal 其實是不能撕掉的 看不到它的機心 其實它有個鎖在這裡 大家都看到了 但它亦都寫明 其實這隻錶就叫做 Auto Quartz 即是說它是用 Kinetic Energy 人體的動能 去charge電芯 所以它是有個鎖 以及亦都有個電芯 所以這隻錶 你可以稱它為醒錶 但其實它就有一點 好像譬如說 Seiko的Spring Drive 它照有個鎖 但亦都有用電的 戴上我7吋的手腕 這隻錶真的很特別 它是三針、日力、石英錶 但其實 好像我剛才所說 它的錶面設計很特別 大家看到8、90 就呼應它這個線型的開日力槍 以及與中國籃球聯賽的聯繩 還有用Auto Quartz的機心 所以我會覺得這隻錶也挺特別 不知道剛才大家看到嗎? 其實它仍然是限量版 雖然數目是多少 就是8,888隻 大家可以看到價錢 最右邊的那隻是6,000多元 這個Auto Quartz 這個聯繩版是4,000多元 即是差不多5,000 而中間我最喜歡的那隻T-Lord 就是大概接近8,000左右 現在這些錶 其實T-Saw的手錶 全部都做7折 即是說 其實這三隻錶 都是大概3,000至5,000多的價錢 真的很划算 其實除了這些錶之外 它還有很多T-Saw的手錶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些錶 說真的 它款式很多 但可能每款都是一隻、兩隻 那一定不會多的 那我中間最喜歡的T-Lord 就是應該只有一隻 是的 如果大家喜歡 都可以去銅鑼灣的環亞錶行去看看 你看這三隻 還有你也可以看看其他天梳的手錶 或者其他的牌子 其實還有很多的 鷹立格、梅花、Grand Seiko 總之有很多的手錶 大家自己去發掘一下 都有很多的狗錶可以看的 那好吧 希望大家也喜歡 還有如果未訂閱 也麻煩大家訂閱、like 還有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支持來的 那我會繼續錄力 去拍多些影片 將最新的資訊 以及娛樂都帶給大家的 好吧 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天分享 拜拜